Hello 大家好 D388又和大家去家房了 今次的这位机主是由一对KEEPS喇叭开始 大家想知道如何开始就要继续看下去了 今次的这位机主是先玩耳机和AV的环绕声开始玩音响 当时是用一对KEEPS喇叭开始作为AV环绕声的左右声道 之后就开始进入两声道的世界 而它选用的喇叭同样是来着KEEPS 是一对KEEPS的HERESY Mark III 70周年版 全球限量只是发行70对 每对喇叭都是由一位工匠制作 声箱背后就有一位工匠的亲笔签名 这对喇叭的声箱是采用了澳洲的糊涂木制成 而这个座地设计就比较特别 是采用了一个矮身的声箱 配合一个养角的脚架 令到这个喇叭单元在倾斜方式射向聆听者 这个设计更加有复古的味道 HERESY Mark III采用了高中音双号角设计 高音是一寸泰填膜的驱动头 中音号角是1.75寸泰填膜的压缩驱动头 低音单元是12寸合成纤维的锥盘 这样的大口径的低音单元配合一个耗角中高音单元 声音入去的特色相当之丰满自然 而且灵敏度是有99db相当之高 配合细牙的胆肌更加发出有韵味的声音 所以机主采用了一对Sound Master No.88 SC后级 据机主所说 这部是Sound Master为了机主珍藏的金斯KT88特别制作 前级方面是一部经典级前级 Wade Stream Kinetic Light Stay 是MFA其中一位设计师Goss Falcon的杰作 里面用了三支6922 一支负责input 两支负责output 而机身顶部可以用手松开螺丝 方便换胆 我相信调节螺丝松紧都可以调声 下次有机会再和机主玩玩 机主信源主要是黑胶 唱放是Helon Audio VTP-H-2A 虽然这部是胆的唱放 不过也相当低噪音 有MM和MC的输入 A类放大无符回书的设计 黑胶唱本方面 就是VPI Prime Selection Rosewood 配合了同厂的唱臂 唱头是Sound Smith Sefect Mimic Start 这一款是MI唱头 Woofing Iron 如果大家不太清楚MI唱头 将来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到时再详细解说 今次这套组合是我比较少接触的器材 所以我心目中都没有任何预期的声音表现 而今次给我的听感 是有些新声和旧声的混合体 首先我觉得有一种旧声的口暖的韻味 直觉我觉得是Cubbs的Heresy MAR3在发工 虽然中高音也是好角 不过中高音绝对没有利便的感觉 当然速度感不是现今所追求的快速 但声音绝对不会有任何凌立慢的感觉 音乐各种细节都听得很清楚 比我一种慢节奏和在叹音乐的感觉 好了,今次的家房就到此为止 大家如果想继续看这类的家房片 记得订阅Hi-Fi发烧台 还有按着旁边的小钟 拜拜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